看到不一样,才能做的不一样 面对关系难题,你需要多一双眼睛 大家好,我是李宋卫 我是翠翠 我们今天继续聊原生家庭的话题 那也是一个人在成年之后呢 对原生家庭的一个反思 请听案例 同小被妈妈指责 成年后我总觉得自己不够好 这个用户的留言让我特别感慨 她其实是一个很优秀的女生 有一些非常光鲜的工作履历 包括在世界500强的企业 做到过很高的位置 从社会意义上来说呢 她已经算是很有成就的了 但她心里一直很忐忑 她是这么说的 我记得小时候考试考了98分 回家跟妈妈报喜 她就淡淡地说 怎么扣了两分呢,错在哪里啊 要反思哦 如果考了100分呢 她就会说 你下次还能保持吗 不要得意忘形哦 骄傲使人落后 很常见的 在我的记忆中 她从来没有一次 哪怕一次 让我觉得我做对了 做好了 从来都是还不够 还要提高 要虚心 我到了这个年纪 可以说已经过了前半生了 成绩呢也有一些了 妈妈也对我算是满意了 可是我心里还是住着一个内在的妈妈 她总在对我说 不行不行 不够不够 我真的很累了 不想再听这个声音 她从来只是挑剔 批评 警告 我好像没有办法欣赏自己 喜欢自己 有没有什么方法 能让我忘掉这个声音 嗯 好啦 你看 李老师 这个声音 是不是只能够适应 很难忘得掉 嗯 我就要跟你唱个反调 我要是说 有办法忘掉呢 你卖关子吗 这是啊 如果是有办法 那有什么办法呢 我其实很能理解那种痛苦了 嗯 就无论如何 都没有办法欣赏自己的成就 总觉得自己不够好 时刻都有危机感 这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啊 这是太多人 是 都有这个需要了 对对对 很多人都生活在原生家庭的指责模式当中 那你的办法到底是什么呀 嗯 我的办法啊 我要先确定一下 你是不是真的想听这个办法 嗯 因为如果你要是不知道有什么办法的话 你就可以说 哎呀 这一切都不是我选的 我没办法吗 那我们的痛苦呢 好像就会有一个出口 就有人在帮我们承担责任嘛 但是假如说现在我告诉你说有办法 就出现了一个办法 不管是什么办法 那你就必须要考虑说 我到底是用这个办法呢 我还是不用呢 那不管是用还是不用 你都必须为这个选择承担责任了哟 这什么意思啊 都已经这么痛苦了 为什么不用这个办法呢 妈妈的指责不就是这个人的童年阴影吗 难道有了办法还说我不用 我要留恋 有什么可以留恋的吗 嗯 说不定他真的是有一点好处的 妈妈说不行不行 你还不够 然后这个孩子就会觉得这是一句指责 这没错 可是那个指责的背后还有一层含义 就是说我认为你是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孩子 你值得做到更好 做到最好 比现在这样还要好得多 这其实是一个很积极的信念 就是这个指责的背后呢 有一种对这个孩子的非常坚定的信心 他也会融化到这个孩子心里边成为他自己的一个资源 所以可以说是诅咒背后的一个祝福之类的东西吧 就是我明确一下 你不够好这句话和你值得比现在更好 这两句话其实是一句 它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是不可以拆开的 嗯 所以卓卓你听到我这么说的时候 你会有什么想法吗 他能取得现在的成就 也有可能是妈妈习惯性苛责所导致的 嗯 但这是很常见的理解呀 嗯 就类似什么严式出高途之类的 可是他的问题是 他很痛苦 他想去掉这个声音 哪怕我们都知道这个声音 让他变成现在这么好 可是就是想去掉呀 好 恭喜你 你做了一个选择 那你选择说 即使这个声音让我变得这么好 我也想去掉它 那我就教你去掉它的办法 嗯 这个办法很简单 就是你对自己说 好 我打算放弃了 现在就是我能达到的最大的成就了 我再努力下去也不可能做得更好了 现在就是我的极限了 对自己说这句话 什么意思啊 这怎么可以啊 我不是在开玩笑 这是最一劳永逸的办法 一个人批评自己不够好 他有这个声音 就说明他还在追求一个更高的位置 但是每个人或吃货早都会面对一个极限 这个极限定在哪呢 有时候也不完全是客观的一个东西 也是自己去选择和决定 就我努力到何种程度的 那他已经在一个很好的位置上了 他到底是停下来呢 这样的话就没有这个声音了 还是说他往更高的地方再冲一下 其实都可以的 但如果你想停下来的话 那停下来就好了呀 什么叫想停下来就停下来就好了呀 这个我完全没办法承认 问题是他是没有能力选择停下来的 你是说选择权在他手里吗 这个说法我觉得有点 我说不好 我觉得有点站着说话 不要我们停不下来 是因为我们从小就被养成了这种模式 就是你不够好 你要更努力的模式 对我们养成了这种模式 就会不自觉的在乎任何人的评价和看法 虽然现在妈妈已经对他很满意了 可是他会习惯性的觉得身边人对自己不满意啊 自己对自己不满意啊 所以你看翠翠你其实替他 可能也替很多人都说出了一个困惑 这个困惑就是我到底是不能选 就没有能力做这个选择呢 还是说我不想选 这是非常非常非常关键的一个问题 那我想提出一个办法 帮助你检验一下这个问题 那我们听到这里的听众朋友呢 也可以一起在头脑里边做一个想象 就是我们做一个思维实验 假如有一天 然后有一个神仙 什么白胡子老头之类的人 他给你提供了一个按钮 这个按钮就在你手边 然后他一直跟着你 然后你知道说我只要按一下这个按钮 我就可以停下来了 我就再也不会进步了 我就可以安详晚年了 就你不用管这个按钮的原理是什么 反正我就告诉你 你有了 你就是有了这么一个按钮 它就在你手边 所以你就有了选择权 那我问你 你身边随时有这么一个按钮的话 你会觉得生活变好了一点呢 还是变坏了一点 有这个按钮 相当于身边有了一个哆啦A梦 一个选择权 当然会变好一点啊 因为想停就可以停下来了嘛 可是我马上就会想 我工作到特别累的时候 我去问自己说 现在要不要按一下按钮呢 停下来吧 你会按吗 谁会按啊 都会说不啊 现在不行啊 只能再坚持几天啊 听到了吗 是只能再坚持几天 因为我就已经是这样子的了 然后过一天 我又要问今天要不要按呢 可能每天都会问自己 但每一天我都没有办法呀 我会 对啊 就是一直纠结下去 结果的 你会一直纠结下去 那说明其实你一直都 没有做决定按这个按钮 对 我会觉得是我没有办法按这个按钮 可能有一点点另外的感觉是 我也不想停下来嘛 嗯 所以至少你看到了说 就算你得到了一个神奇的按钮 得到了大家梦寐以求的那个选择权 你可能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边也不会去选 但是当然了我们经常就会说 啊我不是不想选啊 我是没有选择权呢 我是摆脱不了原生家庭啊 然后我找不到那个按钮啊 我忘不掉妈妈的声音啊 所以我才活得这么辛苦 那这是一个很大的逻辑陷阱 我们来换个角度哈 那我看到的是 其实他可能包括你 可能包括我 很多像我们这样的人 我们是选择要奋斗下去 至少现在这样不行 我们要追求比现在这样更好 嗯 所以呢我们才会把小时候妈妈的那个 给自己的定位记在心里边 所以他真的要是说我想放下这个声音的话 他不需要先去找一个什么方法 他问自己说 如果这个按钮已经找到了 就在我的手边 我到底按不按 如果说他想通了说按 我就要让自己停在这 那我想接下去的话 他让自己真的停下来 其实没有那么困难 就是那个决定 他想不想 这个可能是80% 可是当他决定了以后 他停下来这件事情 这个按钮本身 其实也许只有20% 你怎么看 我还是很难接受 我觉得你在胡说 我觉得人家很可怜啊 人家本来就已经很痛苦了 然后我们要冷冰冰的告诉他说 你听好了 是你对自己有更高的要求 所以才把妈妈对你的定位牢记在心里 对啊 李老师啊 主流鸡汤一般都会这样说 说他缺少的是一句 不管你做的怎么样 妈妈都会爱你 你要是说这种观点 我觉得我们这个节目会受欢迎很多 所以说我在一开始的时候才问你嘛 你是不是真的想要接受自己有选择权这件事 我不接受啊 我刻意不接受吗 我就是没得选啊 你就是在胡说啊 我也知道很多人是不接受的 然后不接受的话会轻松很多 就是我找不到这个按钮 没有这个按钮 这个按钮从来就不存在 就是当我们这么想的时候 就不需要去面对自己的那个纠结了 就它是一个已经被决定的事情 所以有的时候 它可以让生活变得简单一点 那我想你也可以继续坚持说 我没得选 李老师你在胡说 就这样的想法 那我们今天就得到这个结论 就是你可以相信他 也可以不相信 也可以像翠翠一样说 我根本就没有办法选择相信还是不相信 因为他就是胡说 关系洞察 更多更多的可能性 谢谢大家 如果你觉得今天的观点有启发的话 请分享给你爱的人 再见